一看颁奖的人是刘国梁,一腾美成瞬间变脸,翻脸比翻书还快。 大家好,这里是波波体育。 说起今年的东京奥运会,国兵小将孙颖莎备受关注。 虽然孙颖莎在女胆比赛中只拿到了银牌, 但是大家对她的关注度却比拿了金牌的陈梦还要高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孙颖莎首次参加奥运会,碰到的第一个对手, 就是有着天才选手之称的,日本选手一腾美成。 本身打败外国选手并不是一件值得特别关注的事情, 但是一腾美成在单打之前就已经参加了混合双打, 搭档日本名将水谷笋,对战中国的许心还有刘诗文。 而就是这么巧,一腾美成和水谷笋赢了,获得了金牌。 而在赢得双打冠军后,一腾美成整个人都膨胀了, 更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肯定也能拿到单打跟团体战的金牌, 为国争光。 就是因为一腾美成的狂妄, 孙颖莎跟一腾美成的比赛才这么的备受关注。 大家本以为一腾美成既然敢放豪言, 那说明他的实力肯定是很厉害的。 但是没想到, 比赛结束后, 孙颖莎直接打了一腾美成4比0, 而一腾美成更是在接受采访时哭了。 而大家记住的, 除了一腾美成放豪言被啪啪打脸, 还有他那诡异的发球姿势。 而一腾美成对于金牌的执着,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母亲对他的教导。 中文一句话题是在一起的。 中文一句话题是在当中文一句话题。 厳しいお母さん。 こんな小さいのに練習時間は毎日なんと最低で7時間。 一言お母さんにかけるとしたら、 どんな言葉ですかね? ありがとう。 じゃあお母さんに対してできる、 一番のプレゼントって言うんですかね? オリンピックって言うんですかね? 虽然国人们对于一腾美成没啥好感, 但是其实各国运动员们在比赛场下关系还是不错的。 虽然孙颖莎跟一腾美成在赛场上是劲敌, 但是私下两人关系很好。 一起训练, 一腾美成还给孙颖莎带自己妈妈做的饭团。 一腾美成。 的评价也是不错的 正是因为有了伊藤美成这样的选手 才能促使国拼进步 而在一次比赛中 刘国梁为伊藤送花 在知道是刘国梁之前 伊藤美成一脸严肃 而在看到刘国梁之后 整个人都笑开了花 瞬间变脸 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